在英语当中用be还是用do be动词包括msr 住动词包括常见的do.did 用法口诀 无动员就用be 有动员就用住 也就是说在句子当中 有没有动词原形是关键 第一小题 他是一名医生吗 句当中无动词原形 无动员就用be 主语是she 所以be动词用is 第二小题 他们在学校吗 句当中无动词原形 无动员就用be 主语是be 所以be动词选用or 第三小题 你喜欢离吗 在这里 有动词原形 有动员就用住 主语是you 所以住动词选用do 第四小题 他有一些书吗 在这里 有动词原形 有动员就用住 主语是she 所以住动词选用do 第五小题 注意了 句当中没有动词原形 注意 这不是动词原形 那么无动员就用be 主语是you 所以用or 那么这是我们常见的进行实态的结构 前有be 后有动词 angy 你学会了吗 点赞 关注 关注 咱们 放出